朋友们,咱们今天晚上啊,讲一个医院里的事儿啊,这事儿啊,发生在好多好多年前,能算得上是一个大城市的医院的传说,这传说也没有人证实过,但是给咱讲故事的听友说,说我妈在这家医院里边足足干了有二十多年,接近三十年左右,医院里边的医生大夫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件事儿了。 这事儿具体它是真是假,咱是真说不清楚,而且讲出来之后是特别的离奇,可是你要说它完全没发生过,那这事儿又是怎么传出来的呢? 这事情啊,您得跟我回去到七十年代或者是六十年代的末期的时候,这会儿呢,这家医院属于刚刚建设好,是一家军队旗下的大医院,而且这家医院呢,自从建立起来之后, 由于是军队旗下的,从各大城市调配过来的专家,没有些年,干了也就是五六年,一下子就出名了。 这家医院当时最出名的科室呢,是脑科,也就是说,医院整体是综合性医院,但是为脑科为最为著名。 所以同时呢,也在接待了那个年代的来自五湖四海的疑难杂症的脑科类的病人。 大概是这医院开了有这么七八年的时候,忽然间的有这么一天呢,送来了一个病人,这病人呢,是打下边县城的一个大医院转过来的。 虽然是县城啊,那家医院也不小,但是医院的救治能力达不到,只能的把他转到这所大医院来。 然后这个人转来之后啊,当时接待他的是一个姓李的医生,脑系科的一个小主治医师,并不是主主治医师。 先给他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检查,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 经过检查之后呢,发现这人颅腔里边高压,并且人处于半昏迷状态,时醒,时昏,就算是醒过来说话也语无伦次,年龄大概六十多岁。 那一看这种情况的话,基本检查过后,就准备开始给他拍脑CT。 那年代啊,其实已经有脑CT了,只是不像现在啊,全采图的,基本的偷视是能做到的。 但是这接下来拍摄完了脑CT,医生们得拿片子,几个人得看啊,因为这是比较特殊的病人,人家专院送过来的。 就看了一下,一看完之后,在场所有的医生,全蒙了。 哎呦,这怎么回事啊? 这人怎么没有脑仁啊? 是不是脑CT机出坏了啊? 是不是哪出问题了,没拍好? 赶快把他拉回CT室,再拍张照来。 到了CT室,又拍了一张。 出来之后还是这个样子,是依然在这CT片的显示出来的时候,脑子里边只剩下了脑组织液。 整个脑壳里边还有脑干位置,全是空的。 虽然不能说是一点脑子没有,但是有这么几个长条形的东西在他脑子里边待着。 嗯? 这脑子出这么大的问题了吗? 脑组织死亡之后的确会萎缩,不会萎缩成这么严重啊。 而且,这得是多长时间才能萎缩成一条条的条状跟方便面似的呀。 所以这一下子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了。 当然了,那时代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方便面啊。 这是我给大家形容的,说白了吧,咱们的脑子里边应该是啊,满满腾腾的都是大脑组织嘛。 可是他这个脑子里边呢,只有细细小小的跟小虫子一样的东西,有这么十几个,剩下就啥都没有了。 然后医生们就觉得当时这有点玩儿呢,这真有点闹着玩儿呢,这什么玩意儿,没见过这种案例。 所有老专家,包括当时著名的脑科医生,都蒙了。 哎呀,这是怎么回事啊? 这人怎么脑子是这个样子呢? 甚至后边又连续拍摄了好几次的CT,但经过怎么拍摄,发现CT机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。 这个老爷子,他就是这个情况的。 马上,医院就开始联系老爷子的家属,但是同行来那天把老爷子转院跟随来的家属,此时发现已经消失。 不见了,然后到了后边就开始把老爷子停在病房里边,医院也不敢暗自做主张啊,这开锣,还有进行什么治疗,得跟人家属研究商讨啊,家属不同意你给人开开出了事怎么办。 老爷子虽说现在就如同死人,但问题他还有口气,可是这家属是医院等了六到七天,人也不见来的。 哎呀,这有点懵圈了,弄得医院里边不知道这事该怎么解决了,不过跟您说,亏了是在那个年代,要搁现在啊,嗯,还不定是怎么着了,弄不好不定给老爷子就送哪去了。 那年代的人的责任心,它是不同的,再加上医院呢,对于金钱的意识也不一样。 表哥现在你没钱,我就轰出去了,呵呵呵,是不是这意思。 再接下来,医院的人呢,还是没辙呀,找不着人呢,老爷子家属联系不上,只得把他放在一个特户病房里边,天天这么做着基础时的照顾,说白了,维持生命。 直到老爷子在医院,住到了第十来天,医生们脑袋都大了,这不行啊,这长期下去不是事,这等于扔在咱这儿,让咱养着了。 正担心着了,忽然间的这天下午,出大事了。 这天下午大概是三点多钟,当时是一个护士进去,看一下这老爷子去,虽然没给钱,护士该立行的工作还得立行,刚刚推开了大门,进到老爷子的病房里边,护士还在旁边啊,准备着,就是给老爷子弄药啊,换东西啊,正在准备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了。 只听到床上的这老头,忽然咳嗽了两声。 就是这么一声苍老的咳声,护士当时一看,哎,怎么了?老爷子有动静了? 因为打医院这么些日子,老头就没出过声,当时惊了护士一跳,马上转过头看着老爷子,可还没走到老爷子床边,准备检查的时候。 忽然,只见老爷子的头颅开始膨胀,膨胀的这个度啊,就像是一个皮球一样,让人拿气揣的不停地在打着劲儿,脑袋越胀越大。 这护士,他是医疗工作者呀,马上拿手就去扶住老爷子的脑袋。 呀呀,这怎么了?这是怎么回事?开始检查周边的仪器,有没有什么问题? 可正在这检查着了,还没个二十秒的时间,只听砰的一声。 老爷子的脑袋爆了,整个头顶的上天灵盖完全的掀开,顿时炸出一堆雪浆来,雪浆黑色,而且拍在墙上,粘在护士的身上脸上,带着一股恶臭的味道。 这是顿时间,这小护士就吓风了,尖叫着就跑出外边去了。 来人哪出事了? 冲出外边之后,几嗓子就把旁边的医生全给喊来了。 可这医生们来了又能有什么用啊? 所有在场的医生,透过大门外边往里边一瞧,看到老爷子这个惨状,全都傻了。 没有一个敢过去的,没见过这阵势,还没听说过脑袋能自爆了。 卢牙是高,但高,它不会高包了呀,因为人体的大脑脑壳部位是非常非常紧致的,再加上又有脂肪、皮肤、肌肉的保护,那人怎么会呆好好的爆炸呀? 再加上整个病房里边飘散着一股恶臭的味儿,那个味儿比臭豆腐还臭了,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形容,满墙满地上溅着黑红的血浆。 这所有的业生都蒙了,大眼瞪着小眼啊。 张主任,这,这怎么弄啊这个? 哎呦,我也不知道啊,敢这么多年没见过这是什么情况啊? 全都蒙圈了。 马上就开始,不敢再碰这病房里的现场了,立马就通知了医院领导,询问一下,这到底该怎么解决呀? 可就在这接下来,接下来呀,大概应该是两个医生,奔得领导的办公室那边报信去。 当时剩下了两个护士和另外一个医生在这看着现场,大家都是远远地站着看着病房,本来是等待着领导那边看有什么对策的,可是万万没想到,躺在床上,脑盖已经被掀开了的那个老爷子,忽然间身体开始咯吱咯吱地扭动起来了,整个全身上下开始颤动,大伙儿顿时傻了。 哎,他,他,他怎么了这是,怎么,还能动啊? 小护士当时吓坏了,望两个男医生的身后躲。 张主任,这,这有点邪啊。 可这话还没说完,本来躺在床上身体颤动的那个老爷子,当当一下,从床上坐起来了。 您想过当时是什么画面吗? 一个老爷子,笨了脑袋,上笨了,天灵盖在后脑袋上当浪着,满身的鲜血,全身恶臭无比,刚刚脑袋爆炸了,本来就够奇怪了,这呆好好死去之后,又从床上坐过起来了。 多日时间,整个那特护病房旁边,几个科室乃至旁边所有的病人是炸了营了。 我出事了,咋是了,闹鬼喽。 您听到了吗?这一下子就炸开了?当时医生也控制不住局面,旁边的病人全部都从远处观望着。 哎呦,快看坐下来了,他下地了,他下地了。 哇,全都这么在喊,大家就全部从三楼的楼梯往下开始冲,因为这特护病房在三楼,但是有些好奇的人,走到三楼一拐过楼梯之后,他们就不再往下下了,就转过头看着病房,看看那老爷子会不会出来的。 不过,咱们这老爷子也是给面啊,特给众人面子,众人想让他干什么,老爷子就干什么,真的从病房里坐起来之后,晃晃当当的,就打屋里走出来了。 一走到这病房的大厅上,大家一看,啊,出来了,所有人都更害怕了,开始一拥而下地往三楼往下的楼梯冲。 这会儿,大家千万别忘了,远领导也知道这事儿了,刚才不有报信的去吗? 远领导打那边一楼上来的时候,一看,怎么了,上面,出什么事儿了? 好嘛,上面的人就在大声喊呢,领导啊,出事儿了,那老头活了。 可是这领导他不明白,他听不懂啊,什么,什么活了? 出事儿了,出事儿了,老头活了,您别上来,您别,赶快去叫人呐。 领导这会儿还没走心了,他不知道是什么情况,就开始慢慢往上走。 领导嘛,得做出表率呢,有什么危险我得往前冲,我得看见。 可是墙顶着头皮,刚走到二楼半望楼上一望,只见那血淋淋的老爷子,正在三楼的楼梯,望二楼这下呢。 领导一看也蒙圈了,这怎么回事儿,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,叫保安吧,赶快叫人去吧。 多亏了,这是军队的意愿,保安都是专业素质的,不是您想象的那些保安,那是真正的咱们的解放军啊。 立马四个小解放军战士就赶过来了,解放军战士一看这玩意儿,他也不明白,虽说是解放军,你打个敌人没问题,这东西有点太吓人了,谁敢冲上去进行主动的攻击和阻拦呢。 只得四个小解放军,那胆量真较大,一路这么看着这老头,这老头晃晃当当的就朝着一楼走。 这几个解放军战士一直跟老头保持几米的距离,不听得对他喊话,哎,别动了,你能听懂我们说话吗? 你看看,要不到时候还得咱们人民解放军呢,但是没有用,这老爷子貌似没有人类的感知,只是啊,像个行尸走肉,一样继续往这医院楼下走。 然后就这样,是一路从三楼走到了一楼,到了医院的大厅里边,所有大厅全部此时都惊恐了。 大家往两侧闪全部闪开,出事了,医院也顾不得名声了,顿时众人全部围成了一个大圆盘行,把医院大厅整个让开了。 那么这会儿,我跟您说,那当时得多少人瞧见了呀? 所以就像前情开始的时候跟您说的,为什么这件事他能闹腾到现在? 现在,现在这医院里边都还有人说呢。 但这老头可不管那一套啊,继续在大厅里边向前执行,漫无目的,也不知道他要往哪走。 直直到后边慢慢走到了医院的大门,到了大门口的时候,更吓人的一幕又发生了。 本以为老头走到大门就出医院了,可谁曾想,走到大门直勾勾地站在原地,刚当老爷子定住了。 定住之后,整个身体变得僵硬,就跟那僵石是一样的。 看他一下,身体就硬起来了,然后开始全身哆嗦。 咚咚咚咚咚咚,就这么抖起来,众人在边上看着又是喧声一片的。 啊,这要干嘛呀,怎么回事啊? 甚至有些人这会儿已经从后门逃跑了。 老爷子大概抖了有这么二三十秒,嘣,忽然站在原地不动了,又转过头去。 朝着大门口,又尽力了可能得有这么二三十秒钟,又停下来了。 正当大家伙猫不清老头接下来要干嘛的时候,忽然只见这老爷子朝着门外边,登登登登登登登,跑出去了。 您知道当时跑是什么速度吗? 好像像拼尽了全力一样朝着外边冲,但没冲出去十几米,前边医院有一个长长的楼梯,光荡一下从楼梯上,就床下边去了。 楼梯特别的高,特别的长,老爷子从楼梯上一个亮枪咕噜咕噜就滚到地上,躺到地上身体又抽动了几下,这才完全失去了生命的迹象了。 这一通闹到我,您不知道当时闹得多大呀? 大家伙都懵吧。 所有医院里边刚才的目击者们,没有一个能说出话来的。 老爷子躺在地上不动了,我就敢这么跟您说,可能得有三分钟左右。 医院里边静悄悄的,除了当时东北的冬天吹来的那些寒风,挂的那白花树上的树叶子哗啦哗啦的响以外,整间医院没声了。 然后直至到了后边几个小解放军,这才敢拿出来的旁边的一些消防器材,就是什么您可能没见过以前的消防器材,不是现在的。 现在都是大馆子,以前是什么?水桶,红色的水桶,红色的钩子,就是为了消防时候用的那些东西。 随手从旁边提起来了点这个东西,拿着就拿着捅着老爷子去了。 哎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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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动了,不动了,不动了,他不动了。 这确定了之后,大家这才围过来。 哎呦,这是咋回事啊,这是啊? 是啊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 哎呀,刚才吓死我了,我看他从楼上下来,我都不知道那是个什么。 哈哈,这大家这才安下心来。 众人们稳住了情绪,领导马上指派来了几个医生,找的都是男的胆大的。 赶快,把他抬起来,装车上,拉停尸房去。 而且千万记住了,找柜子里边把他锁上,千万不能再让他动了。 把老爷子直接送到停尸房,就给他冰冻上了。 当时也是按照院长的吩咐,一定把他锁死了,千万可不能再出这事。 可是,这事本来闹得就够大了,把医院房盖差点挑了,平息到了晚上五点,这才平息住。 但万万让大家没想到,等到了九点呢,这静悄悄的医院停尸房那边,又出事了。 这天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,停尸房看门的两个大爷,他们是一共四个大爷,二二交替。 两个大爷忽然间呢,就听见停尸房里边。 就有人在这么砸东西,您想想,怎么活呀? 那是停尸房? 肯定是有人活了呀,可是停尸房里边,是什么东西活了? 俩大爷当时就懵了,再加上下午出的那事,大爷们不是不知道啊。 根本都没进到停尸房,大门也没打开。 两个老爷子是大喊大叫的,冲着医院前面就去了。 啊,出事了,哎,那边活了,现在在闹了,在里边晃荡咯。 马上晚上直班的这小解放军战士们,又来了。 这天晚上这事可就闹了大喽,本来医院是觉得这事已经完了,本来够奇怪的了,想把这件事压下去。 但是,万万想不到晚上又闹腾起来了。 算了,这事压不住了,所以当天晚上就于十点钟,这经过医院领导们的商讨,保警吧,或者通知军队吧。 最终啊,经过警察叔叔们的商讨,这事我们警队弄不了,这不是人命案,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参与。 不行,那您必须得通知您的军队,让军队派人配合我们双方开始进行,把这东西转移出去。 而且此事,一级保密,千万不要再对外说了。 然后就在当天晚上,不知道打哪儿,弄来了个大军贯车,来了一大堆人,整个就把医院的停尸房给戒严了。 具体到了后边,怎么处理老爷子,咱就不清楚了。 但是,再傻的人就靠估计也能估计出来,指定是拉走了,拉走完了具体的,细节上怎么处理,怎么把老爷子制止了,还有这老头,到底是怎么回事? 医院是不可能给出任何人答案的。 要不往往说嘛,有一个完美的结尾,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的,那指定是假的,那是坐车写的。 咱们说的这种传闻故事,它往往不是有一个满意的答案的。 但是,这件事虽然当时在说,说不让外传,问题医生护士,那领导们也不用说了,那是能控制住的。 可是,您别忘了,当天下午有多少个病人看到了这一幕,那是包不住的。 没些日子,这件事就在周围传开了。 所有人都知道,那家军妻医院里边有个老头脑袋炸了,而且又给活了。 朋友们,晚上好啊。 今天咱们的这期节目啊,讲医院的事,而且呢,这期节目是两个医院的故事组成的,不过这俩故事啊,是一个人讲给咱的。 他说的这第一个故事啊,是他刚上班,在医院里边工作了,第三四年的时候,忽然一天遇到的。 这第一件事啊,发生在2008年这年,这年呢,我还是名新医生,上班没多久,但是呢,对我们医院已经非常熟悉了。 出事的这一天呢,是晚上八点多钟,我呢,大概是七点半做完的手术,八点钟没离开医院,然后正赶上了,马上过中秋,单位里边发礼品。 所以我呢,就跟我们科室的几个护士忙活完了,大概是八点多,从我们这楼的电梯下楼,去拿礼物去。 由于我们当时别看就去了三个人,但是我们要拿回来的礼物呢,一共是五个人的礼物,再加上这是中秋单位发的礼物,给的东西都特别重。 所以我们当时做好了准备,推了一辆轮椅车去,我们想把这礼物啊,放在轮椅车上,然后我们就推着这个车, 奔着办公楼那边就去了,结果到了办公楼,零礼物什么事都没发生,把车装的满满的,推了一车东西,我们就回去。 可是等到回去,我们推着一车东西,刚推到我们住院楼一楼电梯门口的时候,我们当时还在那有说有笑的了,结果打捞远的呢,就走过来三个人。 我当时啊,是第一个看到的,而且看得特别仔细,这三个人呢,其中有一个特别怪异,我呢,当时一下子就拦住了旁边两个护士,我说,哎,那个,往后闪一下。 两个护士呢,还觉得我挺古怪的,往后闪什么呢,而且说话的这功夫呢,这会儿电梯也打开门了,电梯来了。 接下来这三个人呢,根本就没顾忌,他们直接就走上了电梯,然后护士呢,也跟着腰帮上走,我一下又把他们拦住了。 那个,咱先让病人上,咱们手里推的东西太多了。 说完之后,我一下就把这个手推车,就给领到旁边来了。 护士当时莫名其妙看着我,哎,这,这,这,怎么了? 我马上对着他们就开始极其掩赖。 其中一个护士好像明白了我什么意思,但另外一个他好像没看懂,还继续往电梯上走。 结果呢,跟我一块儿的这个稍微岁数大点的这护士啊,他反应比较快,一把就抓住了这小护士。 抓住完之后呢,就眼瞧着这三个人坐着电梯,门就给关上了,然后这仨人就上楼去了。 仨人走后,这小护士他不明白怎么回事,就在这玩命的问我和另外一个稍微岁数大点的护士。 怎么了?你们怎么不上电梯啊? 然后我俩啊,当时就莫名其妙地看着他,这小护士还问,后边是我先说的话,我说,不是,张远,你刚才没看见中间你有点不对劲吗? 然后这小护士马上满脸惊慌,嗯,怎么了?有什么事啊? 然后还没等我说话了,旁边这岁数大点的护士跟这小护士说,哎呦, 吓死我了,刚才中间那我感觉不像是人,是吧,王医生,中间那个怎么感觉,没有腿啊? 我立马对着他们两个人呢,点了点头,这小护士这一下这才反应过来了。 后边这件事等我们回到我们科室啊,闹腾大了,好多人都知道这件事, 然后这件事在我们医院啊,一下子就给传开了,后边啊,我特别担心,不应该把这事儿回去在科室里边说, 但是等到事情膨胀起来之后,就没法控制了。 然后演变出来了多少个版本,编的都是我们医院的,但是,说实话,医院没有查到是我们几个人说的, 所以说这事儿啊,就这么过去了。 这第一个故事啊,就是个小插曲,没什么来龙去脉,因为咱能给第二个疼功夫, 所以说我尽量简短截说,马上呢,我给您说他说的这第二个, 这第二个故事就细致了,比较长,所以说您慢慢等我给您说。 这第二个故事啊,可就不像第一个这么简单了, 这第二个故事,在他们医院里边,他说是绝对不能说出去的事情, 而且呢,包括他们整个这一个病护楼吧,没有一个医生不知道的, 但是大家由于时间长了,习以为常,不拿这些事儿当事儿了, 可是真的要是说让一个单个的小女护士去面对这些事儿啊,那还是不行的。 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儿啊,是得打他们医院呢,接待的一个病人开始说, 他们这家医院在一零年年底的时候,从别的医院转院过来一个女病人, 这女病人特别特殊,才十八岁大,但是脑子已经连续两次脑出血了, 第一次呢,控制住了,没有开颅,但是第二次做了开颅手术, 并且开颅手术做的不成功,做完之后,这女孩基本上属于半瘫痪状态, 尤其是面部,面部肌肉完全控制不了,嘴外掩斜的, 所以说呢,人家就想把它转到我们医院,开始做康复治疗。 一开始到了我们医院做康复治疗啊,一切都很平稳,而且恢复的挺快的, 可是到后边,在医院住了,到刚到春节的时候, 这女孩忽然间又昏过去了,后边经过我们医院这边的一番抢救, 发现他脑子再次出血,这下可就麻烦了。 当时他这手术啊,是我们这一个特别出名的脑科医生给他做的, 做了足足得有六个多小时,手术才完事。 说白了吧,也就是赶上了我们这个医生, 只要换另外一家医院,这女的没得救了。 但是,医生啊,医术高明,严谨, 他也只能说是尽量的挽救,他也不是神仙, 经过了全力的抢救之后,这女孩的生命的确是保住了, 但是保住的生命之后,这女孩就没再苏醒过, 就变成植物人了。 当时我们医院给出他们家属的结论是, 我们只能这样维持,没有任何的办法, 具体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, 那就看他自己生命力了,还有就是奇迹出现了。 当时他的家人呢,痛不欲生, 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,慢慢的也就能接受了, 然后再接下来,他呢,就是常年住在我们医院里边。 我们当时啊,把他安排在了六楼的一个房间, 由于家属呢,要求找一个最普通的房间, 所以就把他放在六楼最角落的一个房间里边。 一开始呢,大家呢,挺注意他的, 不过时间长了,就成了常态, 慢慢的我们就恢复了工作中,就没人再注意了。 等到了春天吧,就是他变成植物人, 有三个多月之后,忽然间的一天下午, 我们医院闹出来一件事, 这事啊,是一天大概五点多钟闹的。 我呢,当时是听着别的科室告诉我说的, 说是六楼那边出事儿的, 而且出的事儿像是闹了鬼了, 并且和前些日子转院过来的那个植物人女孩儿有关系。 我呢,当时和我们科室的几个护士啊, 特别三发,因为医院嘛,忙起来就能忙死, 闲的时候真的没事干,不知道干什么, 所以我们呢,就开始打听这件事儿, 结果经过我们打听,到晚上六点多钟, 我们把这事儿能清楚了, 原来是医院里边下午四点多钟时, 据相传,说是闹了灵异事件了。 后边经过我们的了解啊, 原来这个事儿啊,是发生在下午四点多, 六楼的女厕所附近的, 当时是一个我们跟他还挺熟的一个护士, 她是负责六楼病房的, 就是她遇到的。 事情是下午四点多, 她从女厕所出来, 出来完之后呢, 就回自己办公室方向走, 可是走着走着, 就达老远处啊, 走过来一个病人, 这病人个子矮, 瘦瘦的, 嗯, 整个人半了身子贴着墙走路, 很明显, 走路非常困难, 这女护士达老远一看呢, 哎呀, 这是自己的工作本质啊, 马上就朝着病人小跑着走过去了, 但是走近一看, 这病人面色苍白, 脸上没个血色, 特别的吓人, 女护士当时呢, 再加上说, 一月看这个病人的这个脸呢, 好像是有点面熟, 但又不认识她, 所以马上这女护士就询问她, 哎, 那个, 你是哪个病房呢, 然后这病人呢, 不理这个女护士, 自己继续往前走, 那这会儿, 这女护士就得上手去扶她呢, 可是当这女护士的手一伸, 我的妈呀, 自己摸到这病人身上的时候, 直接从这病人身上, 偷过去了, 女护士顿时间吓傻了呀, 一声惨叫, 直接就跑回办公室, 但是回到办公室之后啊, 办公室里边没人了, 女护士马上把办公室门关上, 坐在里边就全身开始发抖, 然后再接下来, 隔了大概有这么一两分钟, 办公室这才回来人了, 女护士一见同事回来了, 马上这才打起精神了, 然后一边哭着一边跑到同事边上, 拉着同事的胳膊告诉同事说, 刚才我吓坏了, 我遇上鬼了, 那接下来不用说了, 这办公室大家们就开始安慰起来的, 并且不但安慰, 还帮着他分析, 分析他到底看见的是什么, 但是分析到了快五点了, 没分析出来个结果, 而且这接下来还有工作要做, 大家伙不能光顾着这个, 所以说大伙就劝了这女护士, 说我们却忙活了, 你别管了, 你在这歇着吧, 然后这女护士他不干呢, 他自己在房间里边害怕, 就跟着另外一个女护士, 奔病房里边去检查了, 可当啊, 走到了六楼最后一个房间, 就是那植物人女孩那个房间室, 俩人刚进去门, 想检查一下这女孩的情况, 但是这门一推开, 俩护士刚站到女孩旁边, 刚刚那被吓着的护士, 一看到这植物人女孩脸的时候, 就又是一声尖叫, 这下把跟他一块来的这护士吓完了, 马上问他, 怎么了, 怎么了, 呀, 怎么了, 可是他这一声尖叫完并没有停在这, 奔着病房外边就跑出去了, 这护士一看也不管这个了, 就追了出去, 追出去就问他, 怎么了, 你又看见什么了, 结果刚被吓着的女护士说, 我, 我知道我看见的是谁了, 我刚才看到的就是他, 当时一下子, 这个护士脑子没回过神了, 马上又问他, 啊, 看见他, 他醒了吗, 不是, 什么醒的, 我看到的不是他本人, 是他的婚儿啊, 好嘛, 那就他这番解释, 再加上他说的这东西, 您琢磨琢磨, 当时一下子在我们整个住院楼里边, 这事就闹开了, 一楼到六楼, 没有不清楚, 没有不知道的, 转过天来, 这事就被医院领导注意了, 没有三天, 医院领导就开了个大会, 让所有的年轻医生们别胡说八道, 说白了, 这就是点我们, 从这开始啊, 我们就都成了地下工作者了, 大家没有人敢明面再讨论这件事, 但是护士里边关上门, 我告诉您, 尤其是在头一开始的那些日子, 没有一个不讨论的, 可是到了后边, 这事可就不停地发生了, 那根本不是院领导能控制住的, 因为打一楼一直到六楼顶楼, 各个科室的好多护士, 都说瞧见过这女的, 而且这女孩每次出现的时候, 全都是伴了身子贴着墙, 扶着墙往前慢慢地走, 并且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地方, 就是无论谁去跟这女孩说话, 这女孩都不做回答, 好似她听不见咱们呢, 在跟她讲话似的, 所以从这开始啊, 我们医院就传开了, 觉得外国科学家研究的那个灵魂三十七克之说, 不是胡说的, 这世界上好像真有灵魂在, 因为别人信不信不重要, 重要的是我们医院好几个护士和医生, 都瞧见过了, 可是这灵魂呢, 有个特殊的低劲, 因为我们医院的护士都认为, 这灵魂一定是咱们能看见她的时候, 她看不见咱, 但是她能看见咱的时候, 咱却看不见她, 也就是说, 我们一定不是在一个空间中的, 再有更重要的就是, 灵魂也并没有影视剧里描写的这么可怕, 她挺安稳的, 没有任何伤害人的意图, 甚至她都不知道自己啊, 在干什么呢, 那这事儿看样子肯定是闹大了, 对吧, 而且医院的领导们也知道, 这不是开会能够压制住的了, 所以说医院领导们就开始想这了, 后边啊, 经过医院领导们的商量, 最终呢, 从一个罐里边请来了个道士, 这道士在我们住户楼这边啊, 转了整整的可能得有一下午, 但是最终啊, 据我们医院相传, 说这道士说了, 这东西不用去管它, 它呀, 不为啥, 也可以说是, 这是科学几乎无垢马上就能解决的东西了, 这个没有必要去使用一些什么办法, 特别的去控制的, 那么通过这个老道士说的这句话, 那足以证明, 老道士所说的就是, 说我们医院里现在这东西它不是鬼, 它就是魂魄呢, 所以呢, 这个说法很快速度的在我们医院就传开了, 再加上我们必定都是医生, 我们非常能接受这人说的这些东西, 所以打这开始, 一下子, 那单位里边所有的医生和护士, 基本上就不这么害怕了, 后边啊, 好几年, 直到那女孩到最后被他们家人接回家去疗养了, 在这期间我们经常看到过这姑娘, 可是没有人再觉得这是个什么大事, 瞧见了就瞧见了吧, 必定这姑娘天天躺在床上, 一躺就是两年多, 它比我们要痛苦的多呢, 好了啊, 朋友们, 这故事给大家说了, 好了, 那今天咱就到这了, 朋友们, 明天的节目更加精彩, 咱们明天晚上再见。